人蟒枪钢灭对不慌在九哥 上次挑战完最低灵敏度 不出意外大家也想看最高灵敏度吃鸡 那就来呗 在设置里把压枪相关的开火灵敏度和陀螺一灵敏度全部调到最高 有小伙伴说灵敏度调到最高 镜头会飞到天上 其实相反而是地下 等一下大家自行感受吧 开局跳几场 人蟒枪钢 朗就完事 反正落地成河直接下巴 一号楼看到落了两个伞过去试试水 还没到一号楼 二号楼就已经传出了脚步声 那就就近原则先来解决这一杠 位置是在二楼 应该还在沉迷搜索物资 我的贵贵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随缘枪法 我和他的缘分就中了两枪 刚落地可能没有头甲 血量不会太好 此时不冲更待何时 应该不在左边 那就在右边 头甲完好的我还差点被反杀 太可怕了吧 来到一号楼 只有半血的我也是小心翼 连个绷带都没有 盒子空空如也 这里战斗同样结束了 楼上有一个脚步的 还有一个盒子 成为三人中的幸存者 相信他的实力不差 来到一楼找我 先给他打成残血 然后就安静了下来 可能再吃药 那就去冲他 不在这个楼里 那极有可能是在楼道口 一顿走位加左右横扫啊 干掉对手 有针和饮料 这是我急需的 二号楼又出现脚步声 八成是听到我们之前的枪声而来 没想到我就在等你吧 不然肯定是不敢这样直接翻下来的 留脚步 打个小呆机都瞄不准 叫车的声音听到了前面小舱 可能是卫星龙那边搜过来的 静观其变 好机会 但压枪实在太难 他又进入小舱 我也换个位置 跑过来了 精准鱼瞄击杀 否则又要左右乱扫了 突然想到陀螺一利敏度 是不是该关掉啊 否则我开进后不滑动屏幕 用陀螺一压枪 没有我平时稳饭 起码能用 不过我前面击杀就一人 是本能的用了点头疑 明显压枪好多了 其他几人大家也能看得出是手挫 为了增加挑战难度 在下还是选择关闭 体验纯手挫压枪 开车离开机场 没想到路过一个小野区都还有人 消音EK 扫我怕不是有点难哟 来到房顶找他位置 左边摩托车身 打完还想走 这个你走吧 我也是有颗慈悲之心的 姑且放你一马 之前车没用 也是找了好久才遇到一辆 跑了这么远 就从N港桥走吧 小地图有个脚兵 有人在堵桥 不过没打我 哎 这里也有人 急踩刹车 抄他屁股 以为我没停车 还在打向桥头 打得不是没有原因 对面整个人都露出来了 是个人都知道有把拽拘 是个98K 我肯定不跟他对呀 中一枪 稳赚不亏 看一下能不能修脚 只能快进了 没打一枪都要重新瞄准 轮到对面不漏了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 听到有人游泳的声音 马路过不去 兄弟 你这是要走水路呀 探头试一下 能不能看到 完了 我也掉下来 而且还在他身后 我等会去 你去哪里 我从来 我从来 我没放过 都不过 我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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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下悲剧 就轻轻滑了一下 一动幅度这么大 到手人头就这么没了 有个人躲在树后 这才扫了十发子弹 我已经分不清方向了 这根本不是人干的事啊 瞄准不可能的 对面躲在树后已经看不到了 另外一个找一找 这条毛毛虫还在山上趴着呢 开火模式调整单点再试一下 他在看我 那双方都知道彼此位置 他想溜 也知道自己不能再趴着了 不敢碰屏幕啊这 终于点掉了 太不容易 圈缩了 开车去找个位置 最后一人也化身伏地魔 直接下去干他 还趴在地上 太狗了 这局打得实在不容易啊 最高灵敏度压枪 就跟无头苍蝇一样 方向根本不受控制 一顿乱扫开枪 打完之后脑壳有点晕 我都怕自己不会正常压枪了 最终挑战成绩成功 你还有什么想看的挑战 评论告诉我吧 别忘关注点赞哦 咱们下期再见